Hello 北基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小国可以做出大国风法 哪三个呢? 第一个我从来没讲过的 爱尔兰 原来很多科技公司在爱尔兰 它用来做什么呢? 原来用来纳税 低税率 是全球最低税率 咦?有这样的事情? 马上听北基道美美道来 好了 爱尔兰是拥有全球第二个低税率的地方 透过这个投资发展局大力推动国际投资奖励计划 创新的投资 只要企业出1元 爱尔兰就补贴1元 对于国际人才更提供免费有因 加上当地人才质素非常好 有完整的贝道 政府又拿钱出来 做很多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药品 他们设立了很多药品的实验室和工厂 又令到学校和企业一起滚爆 政府这样 就将几年之间 就将很多国际大型的厂 放在这里 成功设厂为首选的就是爱尔兰 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会成为了大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因为那些人读完 就可以去做事 做完 又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 这样吸引了很多很多人才 聚集了在这个北 这个欧洲的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已经成功吸引了不同的企业到户 带动了当地就业 真的会碰到那种 只是两个东西 科技 和药品 已经成功 真的脱离了欧洲行列 真的可以 第一个要和大家披露的 就是爱尔兰 第二个国家 这个我就一定会去的 因为我有专利 原来有专利 原来有得借钱的 听听 以色列是OCS Office of the Chief 这个Scientist 就是设立了附属 专利商业化 基金授权回馈到越来越大 越滚越大 为什么 因为那些基金 基金佬 就在那里寻补 听听到 只有700万人的以色列 为鼓励创生 和专利转型为商业 在以色列 经济部设立了这个 这个Office 就是专给一些科学家 发明家 你有拿到专利就可以了 不计度都是其中一个 提供你一种模式 值得任何地方都是参考的 旗下创新研究基金 原则是不管是个人或者企业 只要你有专利 有人愿意投资5到10万美元 OCS第一年会免费提供50万美元 即使失败都不用还 这个重要 之后也可以继续失整 唯一条件是成功之后 要扑回一些提 扑回馈以色列 在当地车厂 否则就要罚款 这个很合理 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会令到这个基金旗下越来越大 因为你支持一些科学家 一些法明家 你想想我会不会去特拉维夫 当然会了 我明年就去 和我的朋友一起去 看一看 因为我现在手上 赚了几个专利 好了 也都可以带动到早期的初创型的新型企业 找到天市之近 好了 新加坡呢 就另类的 第三个地方就要介绍新加坡了 双轨鼓励国外投资 和培育当地企业 国际接轨 哇 这件事真是厉害 地小空间不足的新加坡 一方面提供了投资有因 鼓励 吸引国际的企业 另外一方面就透过了 这个自己培育当地的中小企业 和国际型的人材 让国际企业可以找到合作伙伴 扩大他们的合作连结 还有啊 因为主权基金的关系 他们有一个部分 是投资这个创新的公司 所以就给了足够信心 年轻人的发展 这个最重要啊 你教育好 搞定了些东西 能够吸引到外资 还要给当地的年轻人 有足够的机会发挥 政府就做了这个行为 其实三个地方都有去的 政府支持到的部分 但是三个地方都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但是做到国际大规模 只是一个 Microsoft就令到这个爱尔兰打在命堂了 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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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 新加坡 那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参考啊 迟了那又怎样呢 迟了都要继续努力的啦 现在人财背出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就拿资金 有些人拿关系 有些银行就要捏 那样那样 那就将它放在一个用牢里面 听他们自行发挥 听他们有自己的承担 就有机会放出 世的国家可以有大国的规模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不机道 继续点赞订阅和分享啦 我可静